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沛恩主持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自在 节目中有杨沛恩和我们欢迎永固法师师父阿弥陀佛 比提同学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Happy Mother's Day 师父 我们众人的妈咪 真的这一天可以说他是一个代表 提醒我们对于自己的爸爸妈妈 尤其是妈妈为我们付出的辛努 辛苦真的要好感应 不过我也是借着今天说 其实母亲节不只是五月第二个星期日 第一天 在我们的心中 每天都是母亲节 对了 好 那我们今天母亲节都是要上堂的 我们马上跟随永固法师进入今天的空中佛学院 空中佛学院 各位空中佛学院的听众朋友 大家阿弥陀佛 今天要介绍的是三十七道版 因为我们讲阿弥陀经 三十七道版 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两个名书 第一个是讲到四静琴 四静琴就是说静琴 琴就是琴力 琴力的琴 琴劳的琴 就是精准 我们用功 你修行学佛要有所进展或者说进步 那一定是你要付出努力的 但是努力也要有方向的哦 如果有人说哎呀他都很劲力的 劲力做什么呢 比如说赌博啊或者是偷东西啊等等这些 那就是方向错误哦 当然我们学佛的人是这些错误的行为都不会去做 但是现在呢因为internet的猛龙世界啊 咨询时代啊好发展啊 那有些人呢他譬如说哇这个节目好好看啊啊 或者讲这个视频哇是很有益的很有智慧啊 或者讲学文啊等等这些 其实这些咨询好的呢的确是很多 但一定是根据自己的体力的时间啊做一个选择 你是没办法照单全收全世界所有这些好的东西 你都消化不了不只是自己的时间消化不了 自己的脑神经细胞这些都消化不了 真是要选择的 那所以就要决定一个原则 有一个方向 这里呢比一个方向就是所谓说四正坚 原则上来讲就是说好的事你要去做 不好的不可以做就是善同恶 这四方面那四正坚的四方向呢 我讲一下先啊第一个是以身恶灵灭 就是你已经是知道有什么不对的行为 错误的行为 那你要很努力的努力去把它消除改变 就是你知道现在是错的 那就应该要停止 以身恶灵灭就消灭 第二 你知道那些是好事,但你还没做 离心善,离心 你应该努力令这些好事做 第四,以身善,令增长 这些好事你都要选择,你要继续努力 令这些好事更加成长 这是四正坚 大方向就是善恶之间 你知道哪些是要继续努力,哪些你要努力听子 这个原则要知道 另外最后一个介绍的名称叫做四御仪竹 就是四神竹 一般我们讲神,这里讲的神是神通的意思 竹是行路,行路的脚 所以现在要介绍这个有四个名称 它有四种功能 你如果在修行,学佛之中 你可以修这个四神竹 不是说你去修神通 而是你第一次讲的这四个名称 你学了之后,你把握到之后 你就仿佛好像有神通那样 你就可以有能力,很自在 可以帮助你,可以完成很多你想做的事 当然我们想做的事 其实这里讲的是 觉悟成佛这件事 是为仿佛有神通帮助你 这就叫做四神竹 或者说四御仪竹 竹就是个脚,行路的竹 第一个是欲望的欲 欲欲而足 就是说我们 你要修行 其实是 你要有一个目标 目的 你要有一个方法 在过程中 当然 你自己的动机 你要有一个我想要如何 比如 我想开悟 我想智慧增长 你要有一个欲望 在那里 这个欲望 不是贪欲的欲 而是你有一个决心 没有一个意愿 我非得到那个目标不止 这样你的修行就容易成就了 不是因为有些困难就停止 所以我想要如何 你想要 那个力量一定要把握 我记得有一次 我当时因为事情太多 差不多一天 都睡不到两个小时 说真是很辛苦 但是我想去成就那些事 我想更加多的人 有得到佛法的姻缘 所以我就很勉强自己 我要怎么辛苦 我都要去成就这些事 就是那段时间 已经是等于忘了一段时间 体力已经是支撑到最后了 还有几件事还没完成 有一次 就是当我的体力已经到极限的时候 我很疲倦 我很想休息 其实就对于那些要去帮人的事 我就动了一个念头 我就说 我真的很想放弃 我很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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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不多要 就要立刻要睡了 睡觉 我的头脑都不清醒了 会很辛苦的 那结果呢 那三年呢 就觉得 我应该是没有能力 可以完成了 放弃了 我坐在椅子上 睡了 一个小时之后 我又再挣扎又醒过来 不行 我一定要帮那些人 这样 那当我的那个二月正式 再一次提起 我决心定了 就排除万轮 那些其他的集联 就等于是将它消失了 然后呢 一三一二 想着我一定要完成它去帮人 然后立刻就 不是说立刻就 终于就可以完成 那个任务了 那个活动了 这样 那所以 给我很深刻的一个形象就是 你一定有一个目的 你一定有一个动机在那里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 去完成很多事情 这样 所以第一个 你那个意愿 一定要有 第一个 就是 令到我们去 比较容易 可以 达到目的 可以完成任务的呢 第一个是 欲如意足 第二呢 是念 如意足 那么 上个星期 其实我们说到 四念处 那个念头 在哪里 那么 如果你的三念 大家看过念字 以中文来说 念头的念 是一个金 一个心 就是东夏的三念 你如果念念 都是念之在之 都是你的目的的话 那些事情都是容易 可以完成的 那第三呢 是 尽于足 尽是精尽 刚刚说到的 四正坚 都是精尽 所以 这里讲解四于足 又重新再强调 就是 如果我们一路 好 向着一个方向 好精尽向前 那都 令到我们的修行 容易成就 那 第四呢 是思 思想思考的思 思为的思 思 如意足 那 都有翻译成为 如意足 就是智慧 如果我们修行也好 做任何事也好 如果我们思考不够周到的话 很多事情你没有用智慧 事先去想定先 没有计划 有很多事情是不容易成就 所以说 四于意足 或者说四神足 我们修行要成就 在这四方面 第一个是欲 第二是念 第三 尽 第四 是在自己的法院成立 我想要怎样 我有个意愿 怎样 第一个欲 如意足 第二 念如意足 我们念之在之 那意念正法 用对方法 念如意足 第三 你的态度是精准的 努力的 第四 你是经过思维 用智慧去进行你要做的事 那这四方面就叫四神足 如果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的话 那修行 或者说你做的事都容易先做 所以到现在我就介绍完三十七道版 三十七道版 一般我们讲的时候 其实开始第一个讲一定是四点柱 最后是八正道 这样就是三十七道版 可以讲一齐修行的内容 如果你懂得把握三十七道版 等于是佛法的重点 主要的内容都全部在这 当然在《阿弥陀经》里面 他讲的 五根五历七菩提芬 八正道芬 御时等法 除了三十七道版 其实等等等等 等于是还有其他的 比如我们讲行菩萨道 四十八 六道波罗蜜 等等 无量诛法 都可以在基督世界 那在风吹水流动 或者是大善知识等等 大家都可以在 包括那些雀仔 鸟雷在那里 他发出的声音 令你听到的都是佛法 所以佛陀就说 因为这样 所以推荐我们 如果要下一期的生命开始 那你一定要锁定一个风容 就是佛圆西方基督世界 是最好的风容 今天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多谢师傅开示 今天讲的四正勤四神竹 终于将三十七道版圆满 所以后面就要继续 经文要持续下去 是啊 多谢师傅 我们稍微休息回来 今天我们会请到 我们的 当年多佛教生的社教组的主任 和我们亦是 人间佛教读书会的辅导法师 妙目法师 和我们分享一部经 和母餐字有关的一部经 大家密切留意 大家不要走开 休息回来再见 周围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的《欢喜自在》 我已经请来我们的妙目法师师父阿弥陀佛 Betty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妙目法师是多伦多人间佛教读书会的辅导法师 亦都是我们多伦多社教组的主任 每一个单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师父都会帮我们介绍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 甚至乎一部经 师父你今天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们每逢单月就会介绍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 但因为今天是母亲节 所以今次特别是介绍一部经给大家 叫做《佛说父母恩仲难报经》 Betty 你听到这个经题有什么感觉 我只是一个经题都已经很感动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父母恩真的很难报答 当然有父母在身边 也有机会快些做些事令父母开心 但好像我自己本人说 我父母相亲都不在 有一种感觉很遗憾 想报答 想以前觉得做得不好 我都没办法再报答 Betty 你爸爸妈妈 已经去了西方记录世界 我爸爸妈妈也去了西方记录世界 我爸爸在我17岁的时候就往生 我妈妈就在 我一定会记得那天 为什么呢 是12月24日 是啊 其实我已经打算 因为她那时已经昏迷在医院 我翌日已经订了机票要回去 但还是不行 你不及了 我自己在那天的凌晨 我还记得是4点半 即是香港的时间 晚上8点半 那便判断了 所以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只能去到医院的所谓的脸房 就推她出来 看到她这样 所以我觉得 都是一种遗憾 有些遗憾 没错 所以今天很多谢师傅 为我们介绍这个佛说父母 恩重南部经 我想知道 我对这部经 我都很有感觉 因为我妈妈往生之后 我就抄经 就是选择这一部经 来抄 我看到经文里面 很清楚解释了 是佛陀 为什么会讲这部经 不如由师傅来 帮我们听众朋友开始一下 这部经是怎样的内容 其实你看 如果我们用15分钟来讲 真是不可能 只不过是可以跟大家 大概 因为可能有些人 都没听过这部经 父母恩重 对我们的一种恩惠等等 是非常重 恩重到我们没有办法报答 其实在这部经 最初佛陀说 和他的弟子 欧兰和弟子 一起游化的时候 欧兰看到佛陀 对着一堆骨头 在礼拜 欧兰做得很奇怪 你已经是三界导师 为什么你还会 对着一堆骨头去拜呢 佛陀就说 这些骨头可能是 我类似的父母 阿娜就说 如果他们在生的时候 因为男众和女众的装扮 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分别得出 但是看着一堆骨头 如何能够知道 是负或者是毛 佛陀就说 如果你看到骨头是重的 而且它的颜色是白 就是父亲 如果骨头是轻的 和黑色的 就是母亲 为什么呢 在经文中 Betty 你也有看到 其实就是因为 妈妈带小朋友的时候 当她喝妈妈奶的时候 其实这些是用她的血 来所造成的 所以你一个个baby 从小 因为以前你也知道 不会喝奶粉等等 一定是有妈妈的 都是乌鱼 都是乌鱼 所以对妈妈来说 其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是的 为什么男士 为什么爸爸的骨头 又会白色 又会重一点 因为在经文中说 因为他们有接触三宝 有供养三宝等等 而女众 女众就比较感情重一点 所以对一些事情 或者做一些事情 就会失去一些理智 即是里面经文 有讲到 所以 所承受的一些烦恼 或者痛苦 就会比较多 原来佛陀在这部经文中 我都觉得非常之惊讶 佛陀对一个妈妈怀孕之后 十个月的过程 每个月的胎 是去到什么程度 都描述得非常之详细 我觉得 除了我们可以诵这部经文 来报恩之外 其实怀孕的妈妈 都值得读读这部经文 因为里面真的会告诉你 你三个月 五个月 七个月 那个孩子究竟是 抢到什么程度 师傅 是的 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 医学上的进步 我们可以用奥出生河 去看看 一个月的孩子 两个月三个月 但其实你看看 在佛书父母恩做南部经文 佛陀说得很清楚 清清楚 第一个月的时候 那个孩子的情况是如何 和妈妈的一种 身心的一种变化状况是如何 所以当你看一部经文 真的对佛陀非常赞叹 真的 他为什么要知道这么详细 而且医学上是正确了 证实了是这样的情形 发展情形 是这样的 所以佛陀怎么能够知道 所以真是为佛能静止 是的 所以刚刚你所说的 对一些华人的父女来说 其实如果他们做这部经文 对于身心上的一种变化 或者是如何 他们都能够自在一些 是的 而且更加会了解 譬如你怀孕的过程当中 是会有些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佛陀在这个描述当中 都解释了给你听 为什么有时候 那个BB开始成长 在里面扬手扬脚 或者是如何游来游去 可能会令到你反胃 或者有些什么生理的变化 所以就是很微妙 好了 到了后面 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父母恩真的很难报 难报而已 我们也要报 师傅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在那里 也有跟着说到 除了十个月的一种情况之外 还有其实父母对我们的恩惠 也有十种 在里面经文 你们都解释得很清楚 所以其实在这部经来说 我们要考顺父母 不要让父母不在的时候 有一种遗憾 或者后悔等等 再生的时候 应该尽我们所能 能够好好地在父母方面 他们的衣食住行 不要有所担忧 所以当然佛陀也有说 就算我们是如何 就算左肩担腹右肩担无 甚至绕一个衰微山 经百千劫 我们都没办法报 即管做这么多事情 我们都没可能报到父母的恩 是的 所以你就知道父母对我们的恩惠 是多么重 当然后面经文也有说出 佛陀说我们要书写 就像Betty那时候 有抄经 然后为父母去受持齋戒 或者去供养三宝等等 其实都是为父母 将一切的功德 汇向给他们 是的 所以这部经 佛说父母恩重南部经 非常好 他首先解释了 刚才像师傅那样 为我们解释了 这部经的缘起 为什么会有这部经 然后告诉我们 为什么 佛陀告诉我们 父母恩是这么难报 接着就告诉我们 父母有什么的因 是有十个不同的因 因位 我们应该要报答 然后就是说 父母在这里 我们当然可以 亲自侍奉 孝顺 做些爸爸妈妈开心的事 就算父母不在这里 你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例如刚才师傅为我们介绍 就是说 可以书写这部经 或者为父母重读 甚至乎为父母做一些忏悔 接着就是为父母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 和受持齋戒 做一些布施 回向给父母 我相信这些是大家可以做到的 是的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每一个我们的生命 都是母亲 就是用生命换回来的 所以不单是要爱惜你的子女 对别人的子女 譬如说 你的媳妇 你的女婿 你都要很爱惜 因为每一个生命 都是妈妈用命换回来的 是的 我们其实要将孝 或者爱 是昇华的 我们不是说 你是我的亲人 所以我要爱你 其实就是每一个人 都有父母生 每一个人都有 将来会可能做别人的父母 所以如果你能够将你的爱 和感情 是昇华的话 其实全世界 我记得 星云大师 我们师傅 就是有说过 所有给你年长的 都是你的父母 或者长辈 给你年纪大一点 可以称他做哥哥 哥哥 姐姐 给你年纪大一点 你要当他妹妹 和弟弟 来对待 我相信 就是说 我们现在 如果是可以 对所有的长辈 都当他父母 一样 对待 我想这个世界 就会平和很多 是的 所以这部经 就真的 在这个 特别是 我们知道 五月第二个礼拜 是母亲子 今天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 共修法会 都是诵这一部经 其实不是说 一定是母亲子宣诵的 每天都可以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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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向给你的爸爸和妈妈 或者回向给全天下的父母 没错 我觉得 虽然他们不在 但是我们也可以 透过做这些功课 能够令到他们 能够去更好的地方 是的 所以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勉励一下 或者你从听到这个节目之后 你想一样 想一些事情 每一天 你可不可以为你父母做一件事 或者做一件事 可能天天把自己养育 是一种气氛 那你的家庭感情一定会升级 是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能够做 他做到我们的父母 我们成为他的子女 缘分是非常深的 既然缘分是这么深的 我们更加要好好珍惜 师傅 这部经真的很宝贵 我们还有少少时间 我想师傅和我们介绍一下 佛陀在经本里面有说 我们要报父母 当中有十个因 究竟这十个因 是什么因 我们需要报父母的呢? 是的 Betty 因为你说十几分钟 你读这部经 其实真的有点困难 有难度 但我觉得那十个因 大家都应该要知道 是的 我不如念一下给大家听 好吗? 好啊 这十个因 我真的要跟大家讲一讲 让大家知道 父母对我们的恩重是如何 这十个因 第一 第一 怀胎守护恩 第二 臨产受苦恩 第三 生子忘忧恩 第四 腌虎吐金恩 第五 回肝就湿恩 第六 暴雨养育恩 第七 洗作不静恩 第八 远行亦念恩 第九 深加体恤恩 第十 究竟年吻恩 你看看 一生当中 父母都为我们担忧的 其实 这些就是因慰 就是我们要怎么去报答父母 时时刻刻刻分分秒秒 在为我们担心 爱惜 怨念 是的 现在说起 我都觉得心有点酸酸 好了 今天是母亲节 所以我们很感谢师傅 为我们介绍这一本 《佛说父母恩仲南报经》 希望大家 就是你身边有的 就快点打开它来读众 如果没有的 你看看 我们的当伦多佛光山 在书局也有请这部经 我们非常感谢师傅 我们更感谢听众 收听 如果想重温今天的节目 可以上网3个w.fgs.ca 要查询 也可以打电话来 905-814-0465 多谢师傅 多谢Betty 拜拜 下星期再见 拜拜 感谢如是我闻 佛光文教 音乐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